离开Fellino改了名字 在Moody's发表新片 昨晚信心有菜一约举办直播 上线和大家聊聊自己的心情 然后他就哭了 会这么难过是因为没能守住乔本乔本有菜的名字 昨天作品一宣布大概有十来个人和我说新名字不好听 但没办法 信心有菜在直播说了 虽然他对一名感情粉身 想要用到A杯生涯的最后 但那乔本从来就不属于他 而且这次的状况是他不换名字就要生涯终结 所以只能无奈的变成新新有菜 来当Moody's最资深的新人 接着他就说了新一名新新有菜的由来 原来知道要换一名后 他和事务所对新一名都没什么想法 这时候Moody's再争取到他后就提供了想法 不如叫新新有菜吧 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新新 好乖哦 后来把新的读法改成 而A的后才觉得比较能接受 只是话说回来 新的这个而A的读音实在不是一般日本人会马上想到的 所以在直播中他也不断念错 看来还是很不熟自己的新一名啊 关系他会习惯的 我们也会习惯 接下来看作品吧 该如何看到新新有菜 以及的第一支作品 Superstar Welcome Back 大型以及新二月间 秘者大金玉觉醒四本番 首先必须称赞Moody's 这片商真的很会 把这位暗黑第一美腿与Folino结束合作 处理与经纪公司合约纠纷的这段时间设定为 禁玉两个月 然后因为禁玉很久他很想要 所以就让这支一集作品多加一次本番信爱的演出 成了四本番 然后作品没有那么简单哦 除了下指令 Moody's还派人去挑逗新新有菜 看看他有没有违规 然后有趣的是 到了摄影当天与交道站完后 Moody's竟然再一次要新新有菜禁玉 然后过了两周后 把他带去片场看其他男女优打炮的演出 看得他内裤都湿了后才又再来一发 最后在新新有菜自己去乔南幽演出并且土下做道歉说 禁玉还在想些有得没的是我不对后最后的四屁开打 在疯狂潮吹以及连绵不绝的抽插后 他得到了满足 然后有个问题来了 新新有菜不是说Folino几话潮吹片不好吗 怎么这片又是喷得一塌糊涂 昨晚我有请教经纪公司 他们的意思是既然是禁玉 新新有菜不潮吹好像很奇怪 所以他也没有刻意忍耐 该喷的时候就爽爽喷 那这样的演出难道不会对Folino难以交代吗 事务所方面再一次强调新新有菜 真的在大量潮吹完会因为分明物变多而不舒服 之前也与Folino反映过 但偏偏这家片商还是推出了以潮吹为主题的作品 但我觉得 你就把潮吹这事儿当作分手的理由 就像前女友说每天都要做他受不了 所以要我分手一样 工作就像谈恋爱 很多不满是由各方面累积而来 最后要分手只是挑一件事 而且未必是最重要的事来说罢了 目的有达到就好干写到这边 我发现又啰哩啰嗦打了一大堆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 新新有菜的到来 对Moodis乃至于整个北都集团Will有什么效应 今天就先在这打住 最后一篇我们明天再聊